大家好,我叫刘雨晨,今年24岁,然后来自于北京舞蹈学院,我是今年才加入到八旗宾夕队这个演出的。 这一集呢,当时是出现在《甄嬛传》电视剧中第62集,然后主要就是讲安玲戎宾夕,然后又负宠了,又深得皇上的恩宠了。 圆明园也是当时在拍《甄嬛传》的时候,我们是还原了这个场景,然后也是原班人马来进行参演的。 它其实是以汉钱盛世贡赏牡丹情为主题,然后主要讲就是三朝天子贡赏牡丹的这样一个情景。 《甄嬛》在清代的时候也是作为国俗,当时军队会用这个《甄嬛》来进行一些训练。 那么今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《甄嬛》的排练当中也增加了很多故事性,包括趣味性的东西。 像大家看到冰棋中有很多射箭呀,然后舞棋呀这些,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表演的特色。 我从小是四岁半的时候同时学习了舞蹈和花样滑冰这两项特长,然后我一直特别爱好这两个。 然后所以我也非常有感触的一点,就是当舞蹈和花样滑冰它们相结合的时候,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美丽动人的事情。 我们正常穿着练功服,包括滑冰的比赛服去滑,和穿着古装的这种,包括头饰啊,骑头这些,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。 它需要你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空间有一定的感知度,包括你水袖啊这些需要有一定的熟练度。 因此在你滑行的时候所有的动作的设计的路线,包括你举手台足之间,包括袖子的这些长度啊,裙摆的长度啊,其实都是有所考量的。 我觉得《暗小鸟》它整个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飘逸的,然后会有那种古代身清如燕,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。 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舞蹈的动作路线,滑冰的这种感觉也要在冰上呈现一种仙气飘飘,然后动作行云流水的这种感觉。 我看我当时在下面表演完,然后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,还有很多人在安玲珑,安玲珑在那里喊,我感觉掀起了一阵热潮,然后我其实非常非常激动。 因为我觉得很少会有人去这么这么关注和喜欢这件事情,就是在我滑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吧,就是花园滑冰。 但是近年来包括冬奥会,然后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花园滑冰运动员,他们逐渐展露头角,所以大家对于滑滑的这种喜欢还是非常高的。 谢谢大家的关注,让暗小鸟重出江湖。 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大家透过暗小鸟这个角色,我希望不仅仅只是看到暗小鸟,更是看到我们整个八旗冰洗队,整个的演出对于弘扬我们传统文化,还是能够掀起一小波的这种热浪,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 我希望这个热度也能够持续,然后也希望有更多在底下关注的小伙伴们,他们包括小朋友们以后成长起来之后,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冰洗队的这个演出当中。 没准下一个案例的就是你。